大家早上好 我是廖朝记 首先今天的第一段呢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跟进一下 俄战争的一些后续发展 就在前几天呢 欧盟做出了一项决定 就是同意推行计划 禁止超过三分之二的 俄罗斯石油进口 是的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也是欧盟第六次 对这个俄罗斯采取制裁 之前我们也提到嘛 就是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很多人就评论说好像 都是就是打到 打到皮上没有打到肉上 因为俄罗斯最大的经济收益 就来自于天然气还有石油 尤其欧盟对于它的 天然气和石油的仰赖 是非常的巨大的 那现在这个欧盟终于一决了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 全面要禁止这个俄罗斯的石油 但是俄罗斯石油 基本上是由两种渠道 来输送到俄罗斯的 一个是透过海运 一个是透过那个管道的输送 因此呢 当然这个管道的输送 就涉及到有三个国家 就一直强力的反对 尤其匈牙利 一直说不行 你这样的话我们国内怎么办 因此呢 这个也就后来 这欧盟一直达不到的一个共识 谈了很久 然后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方案 就是对于这个内陆的匈牙利 斯洛瓦克还有捷克共和国呢 都可以继续还是 就是用管道来就是 就是输入这个俄罗斯的石油 就是给它更长的这个 这个宽限期 那其余的国家呢 就是就是全面禁运的 那这全面禁运的呢 将会在六月 就今天就生效了 预计呢 差不多在年底以前 就可以完全的就是切断 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这个 输入 那当然这对于俄罗斯 基本上就是切断了 这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而且对于我国影响非常巨大 因为一旦这个欧洲国家开始 就切断对于这个俄罗斯石油的仰赖 那他就需要寻找替代的石油来源嘛 那中东啊东南亚啊等 都会是这样的一个 寻找这个替代石油来源 这时候国际油价 应该还是会继续攀升的啦 那这个其实就等同于 是大家一起损失 因为呢 在这种所谓的禁止出口啊 禁止贸易啊等等 我不买你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主要就是为了 要让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 受到影响 让你重新再考虑这个部分 是当俄罗斯现在 现在马上做出反应 就是反制就把 他原来的那个 那个天然气的输送呢 他也对一些国家采取了反制了 就是停止输送天然气到 不卖给你 对对对 当然这个情况应该还会持续的往下看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整个俄乌战争 现在好像进入这个消耗战的了 而就是俄罗斯需要找到一个就是停损点 也就是一方面能够对国内的民众有所交代 就这个特殊军事行动到底所谓何事 那当然是西方世界持续会借由这个方式 来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程度的这个制裁 当然更加关键的是 也是随着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事情的战略 不断的调整 之前当然是希望说 借由这个事例能够遏止 借由这个事件能够遏止俄罗斯 那借由这个北约还有欧盟 这样的一个全体的西方国家的行动 发现到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现在产生了另外一个目的了 借由这个俄乌战争之间的产生消耗俄罗斯的这个效果 仿佛这个逐渐见效 而且这场俄乌战争下来 大家都会在议论纷纷 特别是想要提控俄罗斯战争罪 那现在确实有人被提控 原来我们提到战争罪 当然是提到说要提控普京 我们也提到他有他一定的困难度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 自从不查查案发生以后 当然是境内有更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投案 还有这样的一个提控的诉讼正在进行 那第一个就在五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有第一名俄罗斯士兵 就是在战争罪 就在乌克兰的法庭上面对战争罪的裁决 当时他被控是对一个平民 做出伤害的行为 而且他在现场 在法庭上他就认罪了 因此他就被判刑11年6个月 而截至目前为止 乌克兰就收集了 大概接近有15,000宗的战争罪的提供 或者是报案 然后大概每一天都有两三百宗 乌克兰的总决家长办公室 已经确认了大概有600多位的嫌疑人 并且着手准备起诉 这一些所涉及到的战争罪的案件 而且我们常说战争罪 就代表你在所谓的军事行动里面 对一些无辜的人 或者是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无理的使用一些行为 像虐待 酷刑 杀平民等等 所以其实不是说 军人对军人之间的战争 它其实是反而延伸在其他的行为 原来我们所谓的战争 应该就是所谓的军事目标 军人跟军人之间发生的战斗行为 就是不列入战争去 当然也有如果你就是虐待 虐杀 这个也是其中可能 但是如果一旦你就跨越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戒定的话 比如说平民区医院 对于是不可以去碰平民的 对对对 seviliens 就是如果你这样跨出去的话 你就会随时面对这个战争罪的提供 那这些军人是不是 其实也是接受命令执行命令而已呢 所以他的问题就 他的问题就来了 他当然是会被提供 那那个当时他的这个战争罪里面 就提到说那个被命令者 对不起 那个命令者本身也要下命令的人 对下命令者就是将领 本身也要负上这个责任 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有谈到的 就是国际社会其实 是可以在俄乌战争结束以后呢 以战争罪呢 来去裁定 或者来去提供这个普京的 嗯明白 所以呢到底这个战争罪 是不是接下来会延伸出更多的 所谓的罪犯呢 而且我们常说这个国际法庭呢 嗯要提供啊 要要去执行 有难度的 难度 难度非常大 因为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国土上 你说普京 他自己的领土 难道他会在那边接受惩罚吗 对而且就是 而且就是国际法庭 也你有没有 也没办法去俄罗斯 就是引渡 比如说引渡这个 这个国家领袖到那个海洋那边去 所以顶多就是可能一个名义上 道德上的压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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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